攻击者在前天 大家可以看出来 今天是28号 我们可以看前天的这个轨迹 非常的清楚 这是中华民国的防攻识别区 写得很清楚 在这个地方 那中共的话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无人机 这一个是TB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黄色的部分 这是TB洞洞腰 经过台湾的这个地方的北部 这是台湾 台湾的北部正北部 在这个地方 就是台湾北部向东飞 向东飞之后 再向南飞 就看得出来 已经进入这个防空识别 这个是海峡中线 然后这一条 然后向南飞 这是花莲台东 在花东这样 向南 云纳国岛在这边 飞到下来 飞到下来 这还向出 出第一道理 下面是巴士海峡 这是TB洞 TB洞洞腰 可以飞35个小时 所以航程没有问题 你35个小时 你一个小时的巡航的速度 180 180你乘以35 那你可以飞个 6000公里 可以飞6000 所以这个距离 对TB洞洞腰 双尾鞋来 双尾鞋 那个照片 以前有用过 我今天就不 不拿那个飞机的照片了 飞机都是属于速的阶层 介绍飞机 不要了 他飞35个小时 6000公里 就很好记 大概是这样 飞到这个地方 做增长 现在大家认为 对台湾做勤收 是对台湾做勤收 没有错 但是也对日本做勤收 日本的八重山略岛 宫古群岛 通通可以收得到 这边 这边还有我们讲到的 这个 这个西表岛 石渊岛 云纳国岛 通通所有的电池信号 大家都可以收 还有海上活动 所以他不是光是收台湾的 台湾这些电池信号 包含日本的电池信号 包含美军在这边的电池信号 都来收 收的都比对呀 台湾有的使用 台湾有管制 美国也有管制 美国也有使用 开放的 这些电池信号 他会比对哦 这个台湾有开放 但是美国有管制 这个美国有开放 但是台湾有管制 他都比对 比对出来了 哪些是 是真真假假 所以这电池信号 这个平常的都在做征收 那他这个问题 他已经出来 横跨整个第一岛链的位置了 尤其是在 这个宫古群岛的南边 八重山列宇 还有我们所讲的这些西表岛 石原岛 云纳国岛 这些等等 这个非常清楚 另外一个呢 同样的 这个是BZK动动5 从这个地方 BZK动动5啊 就是中国的全球之一 中国的全球之一 它是涡轮螺旋桨 发动机 但是外形看起来 你看前半段 是非常像美国的全球之一 从这个地方 它在台湾的西侧 西侧的地方 从中线就切入中线 从中线之后 就开始进入 经过台湾的北面之后 向东南转向 东南 这是个方向 135 航向135 航向135下来之后 再几乎垂直下来 大概 我们讲的大概是19洞 19洞 19洞 方向之后 就是几乎正南 正南方是18洞 你这个方向 我一看大概是19洞 再往这边修正 大概是16洞下来了 也出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地方是个重要 这个地方可能有美国的一些动态 在这个附近 他也出去 出去之后 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个TB洞要双尾鞋呢 是像这样出去 他不是 他是先出去 斜出去 因为这个是大概16洞 16洞 整成完毕之后 再回来 再向西飞行 大概200洞的航机 200洞航机之后 再寻这个云航舰 200洞过去的话 就洞9洞 上去的话 你这边是16洞 那16洞的话就30洞 30洞回来 30洞 我讲的是那个 我们讲到一个罗盘 就是360度了 因为飞行员对这个方向感 是要比较好一些 再来就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刚才是 这个我们讲到的 大概19洞下来 你这个地方大概是洞 1洞这样上来 再逢这个 逢这个地方 又回来 回来之后再回中国大陆 他不是在沿海 他飞进去了 飞到原来基地 不是在惠安 沙提 平潭 农田 这就不会 这是在海边 这9个地方都在福建的东边 都是在海边 那海边的话就很容易被突击 他都飞回来 反正他可以飞 这个 我们讲到这个 中国版的全球之音 就是讲的BGK东东 他可以飞40个小时 40个小时 大概6000公里 所以这个整个我一看 大概是2000 你整个飞起来大概2000公里 2000公里 那他可以飞6000公里 我跟你讲 他飞40个小时 40个小时到6000公里 那没有问题 这么来到2000公里 好 你如果从内陆 从江西 从福建 五一山过来 那你再来回再加个800公里 那也是2800公里 他可以飞6000公里 你整个算起来 就2800公里 整个飞过去 你整个来回可以盖 可以盖过盖算了 我讲的没有是非常精确 因为我讲的盖箍 大概就是距离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完毕之后 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飞机 这个地方 包括苏海30 苏山洞在这个地方 台湾北部 到越国中线 在台湾北部 在这边飞行 然后这个千石的战机 这个有 我们知道有八架 八架有四国 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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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四得八 在这个跨越海峡中线 这个变宽了 表示在海峡中线的 这个中线以东 靠近台湾这一侧的时间变久了 这个也时间变久了 这个还更突川 更往里面深入 这个已经到了西南空域了 那这边是在这里 换句话说这个千石溪 千石溪是它的主力 总共有八架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 还有彩虹的 这边还有彩虹的问题 跑到这边 这边交给TB洞洞腰 双尾蝎 还有我们说的BZK洞洞五 那这边交给彩虹 彩虹在这个地方做征收 巴斯海峡以东 交给这两个 那是巴斯海峡以西 交给彩虹 彩虹市的污人 在这个地方来飞行 我们看得出来 还有一个比较注意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有一个 好像是紫色还是粉红色的 这个是 我们讲的千鸿漆 千鸿漆很少到台海待面 当面 这一个 这个是 我们算它是紫色好了 很少过来 千鸿漆四架 也过来这边 千鸿漆的四架 跑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地方还有空警五百 当然空警五百是做空中预警 空中雷达搜索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出来 以前是直来直往 现在它都有一些航机 都有些轨迹的变动 不是直来直往 大家看到有一些 这些巨子状 不是光跑跑马航线 它有个任务的航线 不是跑马航线 那这边的话 大家还是有运九的 电站对抗机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下面是巴士海域 运九的东方 包括东沙老在这边 东沙老因为我去过好几次 那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运八也跑到这边来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运八 跑到这边 这个是做一个反潜的 反潜的飞行 在这个地方跑到台湾的东侧去了 因为这蓝宇在这个地方 绿岛在这个地方 这是花莲 这个台东 跑到这个地方 除了这个 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 这么写 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 除了这个地方是重点 这个地方可能有 有美舰或美机的活动 那关岛比较远 关岛距离台湾2750公里 就比较远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图 换到中共这边 已经是整个是环台了 这个是逆时针下来 那这个是逆时针过来 那个顺时针下来 还有逆时针过来 把台湾整个还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的 他并没有 这一次出来 没有签16 他千空机反而来 各个机种都可以用 千空机 签17 倒是签111没有 大概苏山洞有 换句话他缺了签17 签11B没有 他有派签17 签11B没有 苏凯27比较旧没有 但是比较新的签16没有 他用的是我们所讲到的 用的是签17 用了签红7 签17最多了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签17是8架 两架两架两架 这绿色的就是签17 很清楚的是 换句话你看了没有 在台湾的北边 中部南部都有飞机到 跨越到海峡的东西 通常不要忘了 共箭 共箭有常态的 九艘共箭在中边 因为共箭的动态 这张就没有箭 北中南东 共箭有九艘在这个地方 在这边做常态的战备警循 所以中共经常会 在这个地方来做活动 那我们可以特色知道 中共没有派一流战机 第二个 中共的千二零 有没有过来 不知道 因为千二零是逆中 知道也不能说 还是根本也不知道 你就两种嘛 可能没有来 如果来的话就两种 知道了 但是不要去讲 第二个 它来了 我们知道 我们不要去讲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你也没办法说 所以有三个情况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假设 都把列得非常清楚 然后针对这个来做解释 所以中共在台湾 在这一方面 非常重视的 就夺取海空拳 海拳九架的 九招的军舰活动 空拳 有人机无人机 BZK洞洞 彩虹4 还有我们讲到的 这个TV洞洞腰双尾鞋都来 无人机来了三行 而且是长时程 他们都会飞到八千公尺 如果你换出来 英字有两万四千 两万四千英尺 算高的 那收 它可以挂电子光学 它可以挂SAD 核生孔径雷达 那对空对海搜索 还有无线电频谱的接收 那更不在话下 所以说出一个广泛的 这方面的证据 可能这是因为 我判断是对IRST 就是红外线 搜索追踪系统 要卖给台湾 可能变成这样 军售嘛 拜登总统上任到现在为止 已经三年 快三年了 快满三年了 因为明年 明年年底 美国总统就要大选 要改选 明年年底 那它三年的话 总共第十一次对台军售 第十一次了 频率也是蛮高的 台湾最近 天下没有廉价的国防 中华民国 我都讲了中华民国 我是主张的是中华民国 台湾是个地名 中华民国是个国名 非常的清楚 这个地图上还写的中华民国 这个地方上并没有写台湾省 这边写的是中华民国 非常的清楚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 共建也有 它的电子侦察船也有过来 电子侦察 在海上 在海上照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在这海上会有波浪汹涌 有的时候照的时候 不是那么清楚 它船的 你照到它上面的电子侦察 因为大家看到 它的一些雷达 还有电子侦收的这些双倍 很清楚 但是因为涌 你的船高低 你就照到这个地方 因为被这个浪涌遮住了 这是海上的电子侦察 又过来 在台湾的东部的海面活动 汉光演习又过来 汉光39 在上个月的时候 在这个月月初 都有来过 它有 这有时候渔民 它会把它照片 把它剖出来 那我也把它找下来 也看得出来 中共在前手 这电子侦察舰 当然815系列 815 816 815拐 电子侦察舰 它会过来 因为这个它没有悬好 它遮住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招 这么跟大家 但是有这个图片 大家有时候会在上面分享 电子侦察船 那我这边也跟大家 也这边带一下 再次一个我们来看 就是讲到的日本 日本有公告了 这个日本就 它也发现了中共的轰流轰炸机 过来了 轰流轰炸机出来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是琉球 美国讲的是 我们讲到冲 日本讲到冲绳 美国叫沃尔瓦 叫做纳坝 沃尔瓦 纳坝 是这样 冲绳 这贡古海峡 从贡古海峡出来 我们刚才讲的八重山地岛 在这个西表岛 这个就是云纳国岛 就在这边 它都有画 十二海里的空域线 都画出来 那它出来 这是第一岛链 大家很清楚 这个是九州 这是四国 本州很清楚 第一岛链的位置 台湾在这边 轰流轰大机出去 两架 出去之后 还有一个跑马航线 然后再返回 原机防卫 这个航程 轰流轰炸机 轰流K 这些什么 现在都变为空军了 以前还有海航 海航也有轰流K 但是现在通通变到空军去了 十一个旅团级 通通回到空军 包含雷达 包含防空炮兵 包含机场 总共十一个旅团级 通通回去 它四全统 所有的陆地的 陆基的 通通交给空军 海基的 这个辽宁号 山东号 就未来的福建号的航空母舰 那是海军嘛 海基是海基 海基是海上负责海上空拳 那交给这些辽宁山东福建 这非常清楚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轰流 轰流可以飞5000公里 那有人说是对着夏威夷 我认为不是 夏威夷距离台湾8000公里 你要坐也8000公里 在那时候夏威夷 你要到夏威夷去坐的话 你要坐飞机了 有时候都要坐个 坐蛮久的 将近8000公里 那欧福岛 前一阵子 大家如果有关心国际形势 它的贸易岛 贸易岛的话 火灾嘛 死了100多人 还失踪很多 还没找到 是这个样 那这个他说对呢 我说不会 因为他的航程是5000公里 你要空中加油 然后上面挂了长箭10 长箭20 那你打2500公里 你5000公里的话 你要除以2 你最远航程 你只能飞到2000到2500 你要来回 你要回来 你最大航程是5000公里 你要来回来 那只能算2000 那你长箭打2500 你也只过4500 它将近8000公里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可以出来 针对的是哪里 那针对什么呢 那针对的是第二岛链 关岛 塞班岛 中毒岛 硫磺岛 这一线 这第二岛链 第二岛链距离 那只有2000多公里 那长箭10 长箭20 还有东海系列的 那没有问题了 那这些巡异飞弹 那打到这些岛链也没有问题 所以摧毁第一岛链 跟摧毁第二岛链 轰溜 它是可以的 但是摧毁到第三岛链 到我们讲到夏威夷的海域 那是不行的 因为挂了这个旋链飞弹 旋链飞弹也只有打2500公里 那太远了 是没有办法 立所欲有危害 但是如果是打海上的军舰 那可以 它在第二岛链 在那边浮动 在那边游动的这些军舰 那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 有人是说打到夏威夷 那我认为我不以为然 但是对日本很关注 日本立刻公告 这是日本公告的图 日本防卫省 它所公告的 它立刻就会公告 早上的活动下午公告 下午的活动晚上公告 在它网页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非常多 它的网页上 这些相关的 如果把历年累积起来 好几百张 上千张都有 你要怎么去搜寻 那这是最近的 这个礼拜的事情 轰炸机两架 日本相当重视 为什么 轰炸机过来了 千银机过来了 但是千银机如果过来这边 千银机要空中加油 不方便 它带着空中加油机 它的这个运游20 运游20要出动 或者其他的这个空中加油机要出动 你没有出动不行 它的航程没办法出来 大家知道这个出来的 浙江是喇叭口 在前塘江 在浙江 从浙江出来 它已经从内陆 从内陆出去的话 就已经飞了500公里了 你飞500公里的话 你不管从渠州 从哪里 你都要飞个四五百公里出海 出海之后 你又飞到这个地方 大概就600到800公里 那来回的话就是1500公里 8百家那个就是1000多里 回来回就2000 当然对他来讲航程没有问题 因为他讲过 他可以飞5000公里 飞个2000公里 不成问题 这个扎情就说 另外一个 中共的在这附近的 这些演练来讲 成熟度我们不要去疏忽 因为很少说飞机故障 飞行员弹射跳伞 落在台海周边海域的里面 会造成我们 到底是我们去搜救 还是中共来搜救 没有 它的后勤补给保障 我们不要疏忽 中共在这一方面 有一定的程度 还有它晚上也过来 有时候是晚上 夜间夜行 人的判断 人的环境感知 SA是比较差的 它也执行完毕 也回防落地 并没有造成空间迷向 人员失事落海 也没有 那不是 也不是光夏天 冬天也这么做 完全是事迹如此 所以你要这样看 我们中华民国空军 绝对不要去侵敌 中共在这一方面 它有一定的条件 那我看台湾的内部 有些人在吹牛 中共是纸老虎 我说千万不要这样讲 你这侵敌是兵家大计 绝对兵家大计 不能侵敌 一定要重视敌人 你这样才能够很谨慎 以爱兵必胜 交兵必败 绝对不要交兵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 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